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中秋的酒桌上来一盘黄多油满的大闸蟹 是不是这个节过得更加圆满了呢 那今天我们的秋令逆仙记就让你实现大闸蟹自由 不仅让你吃得爽 还会有很多的大闸蟹花式吃法 说起上海人对大闸蟹的感情啊 就好比说东北人对酸菜粉条 又或者是四川人对麻辣火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去年上海阳城湖大闸蟹的销量 占阳城湖大闸蟹总销量的44% 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 可见我们上海人对大闸蟹 真的是爱得相当深沉的 如此多的蟹粉美食 可见这家店把螃蟹的烹饪艺术 发挥到了顶点 在上海万物皆可蟹粉 想吃到正宗蟹粉 来这家南京路上的装饰龙蟹蟹粉面道 就准没错了 瞧瞧这排队的阵仗 这家蟹粉是吃定了 我觉得肯定很好吃 所以大家才排队 应该得排个三四十分钟吧 你愿意排吗 对 就是蟹粉的那个酱料 感觉量还满足的 然后还有蟹粉小龙 就是感觉来吃的人都很多 评价蛮高的 知道小龙包还有蟹黄拌面 其实很有名 然后就专门去搜了 然后说这家店很好吃 我们就跑过来了 虽然装饰龙心 是从去年才开始转型做蟹粉 但石老板说了 做蟹粉我们是专业的 蟹粉春菌 蟹粉瞎人馄饨蟹粉捞饭 蟹粉捞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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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粉面还有蟹粉捞饭 蟹粉小龙 让你一次性在装饰龙心 实现蟹粉自由 还有那个拌面 拌面也一样 拌面还在上去吗 吃完了 上来以后火速就吃完了 很大的一块一块的 然后红色的蟹膏 还有就是你能看到 完整的那个蟹腿肉 然后吃上去还挺满足的 就很难能够吃到 别人剥好的这个蟹肉 我觉得这一份蟹粉 两个人吃差不多 就着这个蟹粉一口下去 味道够浓 保证蟹的品质 然后现蒸 现拆 现做 是石老板的做蟹之道 螃蟹都是来自洪泽湖 由合作多年的蟹农 每天专供 然后放入带有喷零装置的 16摄氏度的空调间 养殖一碗 让螃蟹将泥沙土干净 再供时刻享用 因为都空掉了 真的把它做得好 你们大家的生活环境 也太好了吧 因为它从洪泽湖 石头中拉过来的冷光 有的确实了 就是它经过来的 要被增加的适量 如果的话我帮它干涉一下 三个人没想到 跟这哈加 一定要超过一 跟这隔楼 跟这哈就很容易 觉得菜开来 一定是哈老豆 肯定老豆 我们都能相信吗 我有地方相信 我相信 我们的菜隔楼不能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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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哎呦 都可以 哎呦 不好意思 哎呦 哇 也能伤害的 这个哈 我们已经几道五米空过的来了 别看这一屋子的蟹 也就一天就用完了 店里每天都有六个人 十二个小时拆足三百斤蟹 因为部位不同 做法也不同 所以蟹黄 蟹膏 蟹肉 还要分别挑出成方 新鲜蟹拆下来的蟹 是保障店里 所有蟹粉制品的鲜美关键 因此在制作蟹粉时 只需将拆好的蟹黄 蟹膏 蟹钳 蟹腿 蟹身肉 加以简单足量 一起炒制 蟹本身的鲜甜 就自然而然迸发出来了 除了蟹粉焦头 蟹粉小龙 更是一口汤 鲜满整个口腔 第一次尝试 它把这个醋 跟那个蟹粉汤 一起融在一起 然后口感是很鲜的 然后和以前的 光糖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是很棒的 它那个汤汁非常的鲜 然后咬下去的话 它的皮非常的薄 然后那个蟹的话很嫩 然后又有蟹的鲜味 然后又有肉的香味 好像非常满足 吃下去 鲜的原因 就在于这皮冻中的高汤 猪磅骨 鸡骨架 后腿肉 老母鸡 老母鸭 熬成的高汤皮冻 再遇上满满蟹粉 让这龙小龙鲜上加鲜 哇 我里像湿着湿着的来哦 我跟我帮忙干净 是尾上的鲜 尾上的鲜 最重要啊 这里里的有这个鲜鲜 这个鲜鲜鲜用罐 鲜鲜出来了 你觉得这个罐 是这样的 哎呦 真的 本身咬了个哈芬 已经够鲜了 最咬个鲜鲜鲜鲜 就是鲜上加鲜了 大闸蟹斗票率46% 推荐店家 装饰龙鲜蟹粉面道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点35分 第一食品商店开门 才刚刚过去五分钟 然后老乡斩已经开始排队了 那么夸张了 想什么想 我问一下啊 阿姨能好 阿姨能好 你怎么会来干什么的呀 好吃呀 现口的嘛 根本就刚 信息方面相信了老八字 我刚不听 我刚才在问我说 我应该让你来忙啊 我去吃个口香 老乡口 所有呢 有个呢 老烹香的种葱油味道 提起老乡斩 大家肯定再熟悉不过了 去年六月份 还被陆入宝山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因此来这里吃秋酥 品鲜味就再合适不过了 而来到老乡斩 一口香是不得不买的 但是用了糖样 不是特别多 所以不太甜 你还能吃到浓浓的葱香 是甜中带咸的那种口感 我吃到那个果仁 哇 特别好吃 对了 吃得这么开心 我都忘记 今天还有个任务 叫秋令寻仙 我问问看 你好 你好 今天我有个任务来的 你们这里有没有 特别符合实力 然后有很鲜的东西 我们的苏式月饼 一共有五种口味 而且全部都是 手工去制作的 所以说非常的鲜美 不管是绿绒台菜 还是松人黑麻 又或者是椒盐白果 以及上等五人 每一种口味 都是用料扎实 绝不含糊 最重要的是 这些月饼 都是在这间 位于洋行的 老乡斋制作工厂 每天新鲜 纯手工制作而成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跟随 老乡斋茶点 制作记忆传承人 陈宝剑师傅 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因为老乡斋 是手工制作点心 因此进入车间之前 必须经过洗手液洗手 巴斯消毒 再清洗 烘干 酒精消毒 风铃清洁 因为正值中秋 车间里一片 感知月饼的繁忙景象 即使品种再多 销量再大 老乡斋门店 所有售卖的月饼 都来自这个生产车间 这边在包什么月饼呢 这个是宿舍白果月饼 白果 对 我们这个白果月饼 现在目前 卖一千多个一天 一千多个一天 我们的临近中秋节的时候 就能卖七八千 一千 白果 白果月饼比较好 它皮比较酥 里面料多 馅多 然后各种各样的果能都有 妈在无人有肥 油嘛 地嘛 都落地 妈的一日就是 看到没 在老乡斋 白果五人 这样的果人系月饼 可是口碑杠杠的 而那些原本 不怎么爱吃 果人系月饼的食客们 吃完老乡斋的月饼 又会是什么反应呢 很饱满 好像跟我以前 吃的那种感觉 因为以前 我觉得那个香很少 所以我不是很爱吃 但是这个的话 甜度也刚刚好 然后芝麻什么的 这种很香 所以我知道我爸 为什么那么爱吃白果 这好像是我人生吃的 第一个午餐 还可以 还不错 吃了这个之后 你会不会 把它拿着放到个午餐里 会了吧 白果一百千 我一两次还要吃 现在都还要吃了 一都吃了 你怎么吃 可以 白果 我中小 吃多一点 我另外跟这白果 最最好 什么餐 这种餐 老先生 我们另外一个原料代替了以后 把这个甜分就剪下来了 不直接用白砂糖进去 我们这个里面的果仁 都是颗粒很大的 里面还加了青梅干 青梅干因为成本比较高 有好多厂家它是不会加的 这个月饼上午做好 烘好了以后 我们下午就送到商店里面 可消费者直接可以见面 能卖 所以就是现做现卖 对 现做现卖 难怪呢 这么好吃 在人民广场商圈的第一食品商店内 一楼的现烤柜台 以现烤现卖的方式 让你吃到最新鲜 最热乎的一口 以及以小包装 礼盒装 礼带装为主的礼品柜台 另外 二楼以裸装 小包装 小礼盒产品为主 分散人流 可以让你更快买到 而距离1911号线 徐家会站500米左右的 惠莲商商店 礼盒装 礼带装 散装 应有尽有 假期作为伴手礼 送给亲朋好友 再适合不过了 月饼得票率26% 推荐店家老乡斋 那接下来就带你去 一个夜宵胜利 就说他们家呀 是道道都鲜美 样样都好吃 拜拜 丘陵寻鲜汁 毫不犹豫 等我送上门 提到鲜 海鲜怎么能不上榜呢 而想要吃到 新鲜周山小海鲜 感受一下烟火之气 来这里准没错了 这里的海鲜 都是由周山 每天专车运送到店 由专人负责采购 打包 绝对新鲜 生意蛮好的嘛 你好 菜单给我看一下 我点个菜 我们店没有菜单 这边看着鱼端点菜单 没有菜单 对没有菜单 没有菜单怎么点菜 因为店里 每天只进最新鲜的海鲜跟蔬菜 因此没有固定菜单 来到这里 你只需要选择店家 为你精心挑选出的新鲜食材 再选择一种烧法 如椒盐 葱油 腊炒 蒜蓉 或者是特色的厦门间 鱼上的鱼泥全的 要完整 对 你看一碰手上全是这样 它鱼泥很容易掉 所以买鱼的时候 看那个鱼 鱼鳞 特别是鲜鱼 全鱼的鲜鱼 东西是最好的 这里所有客人都知道 你们是没有菜单的吗 很多都知道 因为都是回头客 都是老客人 现在我直接不用说 直接围着鱼端围着菜 走一圈 随机抓一位友谊人来问一下 你是他们家回头客吗 是啊 是啊 很老很老的客户了 从开店就一直吃到现在 真正的这种周三这边的小海鲜的口味 而且最主要他们的食材都很新鲜 我经常看他们半夜里面 然后去提货回来 去进货对吧 对对 因为友谊人 平均满高的嘛 再抓一边看看 你好 你好 可以采访啊 我问一下 你是他们家回头客吗 是啊 那你觉得他们家有什么海鲜 是别家的海鲜店做不出来的 就是毫不犹豫 为什么知道毫不犹豫这么好吃 它配的好吃 麻麻辣辣 就是他们那个主打的那个菜嘛 就是叫什么 毫不犹豫 毫不犹豫 里面生蚝也蛮新鲜的 它的海鲜也不错的 反正这个毫不犹豫豫 我们也是第二次点 味道也不错的 来到毫不犹豫豫 当然必吃的也是毫不犹豫了 现点现捞绝对吃的新鲜 一整盆的毫不犹豫豫里 有橙子 花隔 鸡尾虾 豪仔 鱿鱿五种海鲜 鱿鱼选用的也是小馆鱿鱿 因此吃起来紧致Q弹 豪仔也是苛苛饱满 一口下去还会爆汁哦 哇 谢谢 这一盆不得了 我跟你说 距离这么远 闻起来就超级香 那个味道好浓啊 店名叫毫不鱿鱼嘛 生蚝一定要吃的 生蚝很鲜啊 你看它每一个生蚝都这么的饱满 咬下去那个生蚝肉嫩得不行 但他们家这些海鲜的鲜味竟然没有被辣味盖掉 食材新鲜是烹饪的基础 只是用辣椒蒜蓉爆香后的汤水烫住一下 海鲜的鲜味就得以最大的保留 那怎么想到做毫不鱿鱼这道菜的 其实这道菜是我们起源于厦门的 一个烫三鲜 然后我拿过来的时候 经过改良重重改良以后 来做出这道菜 所以这个菜也是我们家才能吃到的一道菜 在外面是没有的 为什么你们家海鲜是又辣 然后又鲜 首先我们这个汤底的 原于是这个白汤 是鲜的 我们加了我们这个蜜子调料 然后把这个海鲜 这个海鲜的味道再提炼出来 虽然这道毫不鱿鱼鲜香十足 但提到海鲜 东海海鲜也是不得不提 就是开在广东路上的胎香园 他们家是专做胎州菜的 而掌上的大厨也是从胎州过来的 尤其是海鲜 它可是早上从东海捕捞 然后下午四点送到店里来 像帝王蟹啊 大黄鱼这种比较难得的海鲜 店里面也是应有尽有 海鲜得票率20% 推荐店家 毫不犹豫等我送上门 台香园 秋林寻仙芝 莆田餐厅的鰻鱼 莆田鰻鱼节 阿拉桑黑人啊 谁不喜欢吃鰻鱼啊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吃一些本邦酱烧 对不对 那他们家很有特点的 请看 他们有一鰻五吃 鰻鱼竟然有五种不同的做法 而且店家跟我讲了 要吃一定要这个时候来 如果再不吃的话很快就要下架了 从2016年开始 食材节就在莆田餐厅 以一年三到四次左右的频率出现 这次的鰻鱼节则是让鰻鱼挂帅 从小菜煮食到汤品 让你体验一次新鲜的鰻鱼盛宴 阿拉桑你不是说给我做鰻鱼吃吗 你就给我上个空锅 然后上一盘生的鰻鱼 你怎么给我做 还有我们的还有姜片枸杞 然后一点点盐 你的酱油老抽料酒其他东西呢 这个是我们这个水煮鰻鱼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就吃鰻鱼的鲜味 在莆田餐厅 鰻鱼的其他四种做法同样简单直接 铁板香煎和鰻鱼 只用盐煎就很香 还有蒲宁豆酱焗鰻鱼 冰淇日本烤鰻鱼 以及香酥鰻骨 都是省略了繁复的制作步骤 保留食材最本身的鲜味 尤其是这道山泉水煮活埋鱼 只用少许姜片和枸杞 加上五鱼山泉水 上桌现煮十分钟 就可以奇迹般地喝出鲜味 我感觉你在忽悠我 你说你自信的来源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鰻鱼都是现点现杀的 是活的 对 然后达到出口到日本的那个等级的 这个鰻鱼的话叫日本鰻 它是鰻鱼中的贵族 鰻鱼在全世界有18种之多 日本鰻作为鰻鱼中的绝对主角 鰻苗的价格也是比普通鰻鱼贵6到7倍 吃起来肉感软糯 皮感偏软 刺感非常低 日本鰻背部灰黑 腹部奶白 没有斑纹 眼嘴小 稳端肩 属于鰻鱼中的上层品种 可以吃了吗 差不多了 讲真的啊 它就是一个白水煮肉的状态 这个怎么吃啊 你有没有给我酱油什么的站着吃 还是就真的就这样吃 就是我们稍微放一点点盐 就这 对 盐 对 就盐 没了 没了 然后 能吃 能吃 先喝汤 鳗鱼勺了过后先喝汤 来来来 我来喝汤 它真的是不腥的 它真的是不腥的 大厨 我冤枉你了 对不起 你这个鰻鱼汤为什么不腥 它连料酒都没有放 而且我跟你说啊 我竟然喝出这种鸡汤的鲜味来 好嫩 哇 鰻鱼皮好滑哦 又滑又糯 然后那个鱼肉又嫩 难怪说这个品种是 鰻鱼中的贵族 是真的好吃 这个时候过来吃的话 才能吃到这道菜 因为我们这道菜的话 十月底就要下架了 鰻鱼得票率百分之十五 推荐店家 谷田餐厅 最终 大闸蟹以百分之四十六的得票率 获得鲜味榜单第一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豆豉酱蜡 大家一起来 下期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 拜拜 我在上海 大家都在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这么辣脆的面包包哪里找的 这个只有碗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果不就不能吃 或爱很正宗 这是上档次的 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